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2010集 老太太说能告诉,夏夏兰也就不再有顾虑,直接把这件事从头讲了一遍 当然,威尔逊夫妇的心思只能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推断 威尔逊夫人现在被警方控制着,夏小兰没去见过 就算见着了,威尔逊夫人也不会愿意和夏小兰谈心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一小部分是猜测,愿不愿意相信,看你自己 夏小兰说着,走到了窗户边上 你在住院期间,那些人依然在守着你 徐叔让人找到过他们,想和他们谈谈 你大哥出面和他们谈 他们对你大哥还算恭敬,但不会听他吩咐 倒是对你 他们已经知道了你不是张家栋的亲生女儿 但依然要履行对张家栋的承诺 那些人当然不是什么好人,过的是刀口上舔血的生活 没少做坏事,身上可能还背着人命 张家栋生前不知如何许诺他们收服他们的 或许还有不为人知的利益牵扯 他们已经认定了要保护你的事实 如果威尔逊夫妇愿意照顾蒂娜 这些人是乐见其成的 现在这些人已经知道了威尔逊夫妇目的是弄斯蒂娜 利用这些人去为自己办事,除掉哈罗德 而且威尔逊夫妇的计划还差点得逞 威尔逊夫妇现在被关在警察局,反而是一种幸运 这些人再怎么嚣张也不会冲到警察局去动手 但此时的老一万就比较惨了 一个人在华国 老一万要怎么保住自己的命 和夏小兰无关 她不会圣母成那样 为啥张家栋的人这么快就知道了 哈罗德够果断 这些人浮出水面 哈罗德把监控录像直接交给了对方 把自己也想将计就计的想法否认得一干二净 哈罗德还想不想把张家栋的人弄死 夏小兰不知道 夏小兰只知道 老一万当年在继承人之战中 输给哈罗德是有原因的 哈罗德的智商在线 永远能把不利情况变为对自己有利 这是一个真正成功的生意人 威尔逊家族的财富 也只有在这样的人手里才会正增长 当然 夏小兰也没有去张家栋的人面前揭穿哈罗德 他只会把哈罗德当时的默许 讲给余奶奶听 也讲给蒂娜听 这同样是我的猜测 我没有任何证据 或许当时我不叫哈罗德停手 他也不会真的任由事情走到最糟糕的程度 他的想法和心思 我并不能完全猜测 但我希望能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抱歉 你听完这些 对这个世界的想法 可能完全坍塌了 夏小兰声音一顿 但是 你至少还有家人在身边 徐长乐听说事情不对劲 要用最快的速度赶来美国 徐仲义和余奶奶自然不放心 徐仲义本来就是港岛身份 余奶奶则是上次出过国 准备过出国手续 不过是开后门 再快速办理一次 这是他们能用最快速度赶到美国的原因 这就是家人 一样米 养百样人 并不是每个人的家人都值得依靠 但蒂娜的运气显然不坏 就算是嫌弃着蒂娜的余奶奶 在这样的时候 也不会放弃蒂娜 蒂娜裹着被子 正如夏小兰所说 三观在接受着冲击 事情好像陷入到了一个轮回 就像张家栋和翠如刚死的那会儿 这件事再次改变了蒂娜的认知 她认为真的 其实是假的 嘴上说心疼她 把她当女儿疼爱 处处迁就她的人 其实要送她去死 她曾经一见就有好感 心里小鹿碰碰跳 觉得特别有魅力的成熟男人 是真的成熟 也真的心狠 当然 蒂娜也不是特别恨哈洛德 是她自己傻 要被威尔逊夫妇骗 去替他们偷文件 难道还指望哈洛德对她宽容吗 蒂娜的思维方式 在和于奶奶相处中已经改变了一些 只是她自己还没意识到 如果换了从前 她不会检讨反思自己 不会换位思考 只会自怨自艺 为什么哈洛德想要她死 她去偷文件也是被骗 就算成功了 所犯的错误 也不至于要拿命来抵偿 世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世界也不可能永远围着她一个人转 她怎么能左右别人的想法和做法呢 嘴上说和她只是面子情 处处给她立规矩的奶奶 却在她出事的第一时间赶到美国 世界就是这么魔幻 也不会按照每个人的想法来转动 夏小兰说 她至少还有家人在身边 蒂娜都不敢看于奶奶 她低下头哭了 对不起 我知道她不是好人 她做了很坏的事 我不是不能分尽对错 我只是 我只是忘不掉她的好 我以为只有西西亚和意外能理解我 我怀疑过西西亚 这次来美国后 我觉得她做得适合说的话对不上 但我不愿意去深究 我只是 我只是太想有人的认同我了 人人都说 张家栋是坏蛋 他也无法自欺欺人 心里清楚 对方的确是个坏蛋 但 张家栋对她的疼爱并不是假的 他需要有人认可这一点 他也很想和大哥一起投向新家人的怀抱 但这样做是不是就彻底否认了张家栋呢 如果他把这个人忘记 慢慢的就不会有人记得他了 张家栋到底知不知道 他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啊 这是蒂娜曾经的遗动 所有人都觉得他不知道 他被徐长乐调换的DNA鉴定报告骗了 但 一个那么厉害的人 徐长乐真的能在他眼皮下动手脚吗 他生前 又是如何交代手下 让他们保护好自己呢 哪怕重新验DNA后 证明他是徐家的孩子 那些人还在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 张家栋其实是知道的 知道真相 干嘛还要对他这么好 这样 让他如何去忘掉他 憎恨他 DNA捂着脸痛哭 病房里有悠悠的叹息声 一双粗糙的苍老的手 轻轻碰了他的头顶 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你也吓坏了 可能是我对你太苛刻了 你这样的年龄 要自己承受这么多 你能做好 说明你很优秀 但当你做不好时 也很正常啊 对我来说明你太苍老的手 我来说明你太苍老的手 我来说明你太苍老的手